四川西部的高原风光 相信你一定早有耳闻 川西的旅行环线在去年夏天火遍了自驾圈 极短的行程囊括了高原风光的精华 如果你嫌川藏线太长或是假期太短 那就应该来走一趟这条川西小环线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路应该怎么玩 这条环线从成都出发 途经都江雁 卧龙 巴郎山 四姑娘山 小金 丹巴 亚拉雪山 塔公草原 折多山 康定 卢定 雅庵 囊括了雪山 草原 峡谷等壮美风光 行程980余公里 仅需3到5天便能完成自驾 现在我们开始出发 首先我们将要从成都去往都江雁 行程60余公里 接下来我们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无论你从天南海北哪里过来 都应先抵达成都 感受一下天府之国的慢生活 在这里品尝美味吃饱和足后再出发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成都平原 来到青城山脚下的都江雁 地处青藏高原边缘 岷江在这里冲破山体 流进成都平原 2000多年前 礼兵父子在这里修建了都江雁 消除了岷江水 缓造就了天府之国 离开都江雁 我们就将进入山区 距离这一段行程的终点 四姑娘山 全程150余公里 途经国宝大熊猫的栖息地 卧龙自然保护区 来到这里 海拔已经上升了1500余米 接下来的行程海拔也将急剧上升 我们沿着公路一路盘旋而上 远处大雪山的身影 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接下来将要翻越八郎山 此山已通隧道 如果你想领略 八郎山之巅的云海风光 则需要沿老路驾车前往 此段道路经常会因天气状况 以及施工而封闭 来之前要提前了解好路况 此处海拔将近4500余米 与七点成都已经完全是两个世界 它也被称作熊猫之巅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在这里就能看见云海 离开八郎山继续前行 在山脚下便是此段形成的终点 四姑娘山镇 左侧为主路 右侧为去往四姑娘山的道路 我们现在看到的 便是被称为鼠山之后的四姑娘山 四座雪峰直插天际 竹峰妖魅峰海拔6000余米 如果你喜欢雪山风光 仰慕四姑娘山的盛名 可以到此一游 离开四姑娘山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站我们将去往小金县 沿着河谷驱车行驶50余公里 此段路程海拔适中 不用担心高原反应的问题 每年的雨季 这里多降水突发山洪 也经常会有水毁路段 所以来之前 还是要提前看好路况 我们现在看到的便是小金县 地处于幽深的河谷之中 海拔2300余米 可以在这里修整补给 它也是沿途为数不多的 低海拔聚集区 离开小金县 我们将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58公里后 抵达下一站的丹巴县 丹巴县位于大渡河河谷之中 海拔1900余米 与背后动辄四五千米海拔的雪山 相对高差可达两三千米 到了这里 你可以去看一看甲居藏寨 极具特色的民族建筑 和盛产美人的赞誉 都是属于它的独特魅力 离开丹巴县之后 我们将继续开启下一段行程 这一次 我们将途经亚拉雪山观景台 抵达八美镇 全程80余公里 也将逐渐走进青藏高原腹地 首先我们来到亚拉雪山观景台 在这里便可以眺望海拔将近六千米的亚拉雪山 它就修建在公路之旁 无需周折便能欣赏到眼前的景色 离开亚拉雪山观景台 翻越压口之后 抵达八美镇 我们也将进入平均海拔 三千五百米以上 真正的高原地区 低温缺氧的情况可能将要开始发生 所以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衣物 抵达八美镇之后 我们将驶往新都桥 全程70余公里 途经墨石公园 塔公草原 首先我们来到墨石公园 它被称作高原上的异域星球 独特的地貌让它成为川西地区 游客必去的打卡点之一 距离上一站八美镇 仅十公里的车程 离开墨石公园 我们继续前行 下一站抵达塔公镇 此处海拔三千七百余米 我们也进入了塔公草原的范围 扭头回望塔公草原 与亚拉雪山都会出现在你的视野之中 你可以在这里做看高原上的云卷云梳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也是整条环线上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雪山在这里与草原相应生辉 大起磅礴 离开塔公草原 我们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前方过远处便是 318川藏线上的新都桥镇 也就是被称为摄影师天堂的地方 这里夏季满目苍翠 秋季藏林浸染 四十只景皆不相同 离开新都桥 下一站将去往折多山 在视频中的瓦泽香 向右侧可抵达 最近爆火的贡嘎之眼 冷嘎错 此段路程 飞轿车不建议前往 可导航抵达上赤吉西村 选择徒步 或者寻求当地牧民帮助抵达 冷嘎错的湖面 倒映着蜀山之王贡嘎山的身影 可谓是美不胜收 接下来我们开始返程 抵达海拔4200余米的折多山 翻越此山 我们便要走出高原 也离开了藏区 它也是此生比架 离开折多山之后 我们将途经康定 卢定 亚安 行程300公里 抵达终点站成都 穿西小环线的自驾之旅 也到此结束